哈囉大家好,我是加里敦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是奎倫 那玩的是這個打野味 出裝奧義以及魔人的部分會放在下方說明欄 有興趣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那開局我們一樣是藍開 打野通常都是藍開,因為打藍的話可以減CD 就算我們是一個不需要魔的打野英雄 通常是會選擇藍開 可以增加我們吃野怪的速度 因為我們技能會好的比較快 然後接著吃紅的話就是我們吃完紅之後就是開始gank了 那gank的時候有紅buff也是相對好黏住敵人 然後我們比較好輸出的 那這邊我們吃完藍去之後呢 來跟中路親一下兵線 親兩隻之後我們就直接來紅去 盡量在親中兵的時候要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 不要被對方過度的消耗 尤其是這把對方中路是一個令月 如果我們在親中兵的時候狀態不好被令月打殘 就會導致對方入我們的紅 就會非常的危險 那這邊看到我們提米抓到對方令月直接進行一個收割 後續我們不選擇追垮克來追這個勇 因為勇是比較好殺的 而且勇的位置非常的差 接著這個垮克回來想救他的隊友 直接收掉他的人頭 這邊開局我們拿到了兩殺一個助攻 非常的賺 接著看到隊友在上面打起來了 我們趕快來支援 制裁留住對方輔助 成功擊殺 接著我們繼續捅這個銀仇 那他跑到塔下呢 我們在旁邊等一下機會 等我們技能好再有個進場 成功將他帶走 這邊我們拿到了四個人頭 這把估計就是起飛 我個人認為奎倫算是一個比較中後期的角色 他需要有一定的裝備 等我們的聖劍跟破陣出來之後 傷害才會比較高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竟然在前期就拿到這麼多的人頭 那這把就是一個超級大順風開局 對方後面應該是不用玩了 我看一個同一個 那奎倫這個角色在上上個版本 經過一次大削弱 他的傷害真的是被改得很低 然後在上個版本又有稍微增強一點點 但是我個人認為還是回不到以前奎倫的傷害水準 導致現在在排位賽很少看到他出場 我自己就沒遇過幾把 我們這邊吃完魔龍之後 來秤一下魔龍路的兵線 接著呢再回來吃我們的紅區 那玩打也就是這樣 哪裡有經濟往哪裡蹭 把我們的經濟提高呢 那我們就能有更高的傷害去打對方的人 這邊看到我們的反而被洗油 我們一個進場 開始瘋狂捅這個夸克 成功將他帶走 因為對方的勇對我們來說是沒有威脅性的 所以我們只要放膽的去捅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不打算壓塔 因為現在還沒有四分鐘 我們往上跑 看到我們的輔助已經幫我們探到視野 對方銀咒再吃凱撒 我們趕快來阻止他 那我們起手就是隱形進場 抓準時機之後 捅對方的這個薩尼 成功將他帶走 我們再捅一下這個銀咒 這個畫面怎麼感覺似曾相似的 我們這邊把他砍死之後拉出來 好像這個兩分鐘前也是這個畫面 接著我們殺完對方打英雄之後 我們先到他的紅區逛一下 看看有沒有野怪 沒有野怪呢 我們就回來拿下這個中路的尊嚴 那為什麼剛剛擊殺完人 第一時間會跑到對方的野區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掠奪對方的野區資源 在對方人死的情況下 他們就沒有人可以防守自己家的野區 那我們就可以進行一個路野 那路野偷到野怪的話 就是非常的賺 那沒有野怪也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回來農自己的 這邊我們一樣進行一個順刷 藍刷完之後呢 我們來刷紅區 這邊我們稍微等一下紅出來 將他迅速的吃掉 那奎人這個英雄在打野怪的時候 有一個小技巧就是 盡量打野怪的背後 因為奎人打野怪啊 打人啊 就是不管打什麼單位 他只要打對方的背後呢 就是會有這個暴擊 而且是必定暴擊 我們這邊配合我們的中路 來殺一下對方的令月 那收掉之後呢 我們回來中路清線 清完線之後呢 拿下中路的尊嚴 我們看到對方的銀咒 想塔殺我們的馬洛斯 我們趕快來支援 這邊銀咒交了一個凝霜之後 跑走了哦 那我們把兵清掉之後呢 後續再看一下情況 我們這邊嘗試看看偷他的野怪哦 由於我們現在是非常的肥哦 是一個優勢方 所以他也不太敢跟我們打 那這邊我們隊友來支援我們 我們就趕快把他的紅拿掉 我們這邊鳥鳥很兇啊 衝了進去把對方打野獸了 而這個令月想要來護駕 也是成功將他擊殺 那擊殺完之後 看他野區有什麼就吃什麼 吃完之後這邊我們幫忙清個中線哦 對方的中塔應該是掉了 因為完全沒有人 接著我們就走到他藍區 來錄一下這個藍哦 只要他加油野怪 我們就是一併帶走 那回去守魔龍路的路上呢 遇到的夸克哦 直接將他帶走 接著才有這個勇哦 我們直接配合隊友進行一個塔殺 由於我們現在真的是太肥了哦 傷害已經是一個爆炸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愛怎樣就怎樣了 對方也是擋不住我們 那各位如果是對方啊 目前這樣的劣勢方的話呢 那就是盡量大家抱團走在一起農哦 一起發育 不要被單抓不要再失誤了 然後呢等到後期大家經濟量都起來的時候 其實對方前面的優勢就已經沒了 那頂多就是可能你們劣勢方塔會比較少一點 但也是沒有關係哦 只要抓準機會 抓到對方優勢方膨脹啊 送了一波之後 其實劣勢方也是非常有機會可以打回來的 那這邊吃完藍區之後原本想吃凱撒哦 但是看到隊友打起來我們趕快過來進行支援 我們現在進場將銀咒帶走 這邊被吸到沒關係 我們等他吸完再捅就好了 那對方也是讓我們魚曲魚球啊 根本擋不住我們 接著擊殺完他們的人之後呢 我們就來帶兵線準備壓塔 這邊隊友在壓上面高底哦 而他們的中下也是都進了 那我們就趕快來拆 那葵人這個角色呢 盡量是不要打一拍進場哦 盡量是等隊友把對方人員打殘 在進場進行收割 除非你對自己的傷害非常有自信 你非常的肥 那你就可以第一個進場 看能不能先抓掉對方走位輸的人 那這邊隊友打起來哦 在旁邊抖一下哦 我們沒有一定要第一時間進場哦 我們要抓準時機 捅到這個令月 那隊友也是將他帶走 接著我們在旁邊等一下夸克吸完哦 我們再進行進場 那殺掉夸克之後呢 後續我們在進場想捅這個勇 但是這個勇一個瞬移拉開哦 導致我們的位置非常的差 直接被對方薩尼頂爛 那復活出來之後呢 我們先來收一下自己的野區 那清完藍具之後呢 我們直接來吃這個凱撒哦 然後我們原本想用一個二技能過牆哦 然後呢沒抓到角度 非常的醜 那打凱撒的時候 我們一樣盡量打凱撒的屁股 就可以打得比較快 這邊這個放凱撒之後 不能出招的bug 到底什麼時候要修掉啊 真的是快受不了哦 接著我們拿掉凱撒路的尊嚴之後呢 來帶一下凱撒路的兵線 看到對方的人好像靠過來 我們大絕隱身躲一下哦 那沒有事的話 我們就往隊友這邊靠 我們就先在旁邊觀望哦 這邊一樣看到馬拉斯跳進去了 我們等一下夸克吸完 直接進場將他捅走 捅死之後呢再往前哦 再看還有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我們就站著掛機就好了 因為呢我們目前是隱形狀態 除非對方有出眼睛啊 不能他基本上打不到你 我們就可以放心的在旁邊等 對方薩尼這個閃P很帥啊 直接把馬拉斯砍死 那接著呢我們也把他帶走 因為他位置太深 那隊友也是配合我們的凱撒兵呢 把對方主堡推掉 結束這場比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Peace and Love 美日快樂 來吧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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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